但我這個在座派對 沒有人會給你一毫子 去興建這個帳 我其實 即時意募反他同行 沒問題 其實我記得2004年的時候 我們一群組織 有人提出一個想法 不如我們在星江大道起一個銅像 其實那時候這個構思是一個 都挺大膽的 香港是沒有什麼私人的銅像 當時我們就找了曹教授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也有見過曹教授 在香港擺的展覽 亦都上網搜尋過 認為他是首一一指的雕塑家 我反覆看電影 看他的畫策 看了很多資料 你送很多資料 我翻科看很多 得出了這樣的動作 動作我閃了很多 最後就閃了這個動作 做了三個衣媒傳 放在網頁上 就被全世界投票 那時候很多報紙都有報道 李小龍這個動態 除了手勢腳腳效力很多 他的腳不是兩個腳到地 所以我搞這個李小龍 只有一個半腳到地 一個跟灌國的有道地 前面這樣後面拍照 但因為我們本身都知道 李小龍和像是比較困難 神態捕捉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們看到教授捕捉的像 大部分都是靜態 頭像、座像 他都捕捉得很好 但一 李小龍已經過世了 另一 他的獨特形態 是比較難捕捉的 我們特地找了兩個美術顧問 馬庫強先生和宇大龍先生 做指導 有他們的幫助就很好 因為他對李小龍的形態 掌握得比較好 在這期間我都訪問了這些人 當我跟李小龍比較親密 甚至有些拳實施 我本身不是打拳 我這麼慶祝我不是打拳 所以一些動作 請教你沒有實施 所以做一個拳實施 就是這樣做的 翻身拖拖 有文字書等各方面的推敲 他們那天開了一個BOT MEETING 就是整個星光大道管理委員會 開一個BOT MEETING 叫我再籍 原來今年是中國電影100周年 他們有一個獎 叫做世紀之星 頒給對中國電影100年來 最有傑出貢獻的人 這個獎是只有一個人 他認定是李小龍 我聽到當然很開心 但隨之而來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跟我說 W idea 很好 但我這個在座那麼多派對 沒有人會給你一毫子 去起這個獎 我其實 即時意無反他跟我說 行 沒問題 我們就找了敲了很多門 寫了很多信 找了很多人 後來很開心就有 四叔 李兆基先生 大樓哥 劉蓉先生 周星馳先生 丁貝小姐 他們大家都捐了一些錢 這樣就起了這個銅像 總共大概70多萬 他其實沒有恩由要捐給你 這個賬 他兩間公司的錢 拿來捐給新世界 買在新世界這裡 其實都挺神奇的